也和手机有关 即时通讯软体你用的是哪一种呢 大陆的WeChat最近很夯 今天有公开表示要跟台湾企业合作 发展企业的WeChat官方账号 势必要跟现在大家爱用的LINE 来一场肉搏战 使用温情公式 来自大陆的手机通讯软体WeChat 推出新一波的行销策略 计划与台湾在地企业合作 希望能吸引台湾人的目光 未来利用WeChat就能订机票 处理银行事务 更能够查询旅游动线 充分展现WeChat以台湾为跳板 进军国外市场的野心 WeChat在大陆迟得开 拥有超过三亿用户 而海外用户目前也已经超过四千万 但比起竞争对手LINE 全球超过一亿的使用户 似乎还有点距离 在台湾LINE也号称有 百分之九十手机用户渗透率 比WeChat预估的数字也高出甚多 两大手机即时通讯软体 不只在海外抢市场 LINE其实还野心勃勃的 想进军大陆市场 连我这个LINE的APP在大陆也是在各大市集去上架 那当然这个通讯软体市场在大陆的竞争态势 也是应该说在大陆的网路世界 或APP世界的竞争是特别激烈 所以我们还有一段得努力的地方 来这里我们是来考试的 来考试的 小米机旋风日前登台 也说要把台湾当作进军事件的跳板 现在WeChat也要深耕台湾积极在地化 看来大陆业者相继进军台湾的趋势 在所难免 台湾业者可要多留意了 UDN TV 陈新闻 戴俊瑩 台北报道